科学可以解释我们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大多数东西,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现象困扰它们。 从莫名其妙的光球到跳舞的树木,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些最奇怪的现象。 第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马法之光。 马法是德克萨斯州西部的一个沙漠小镇。 据目击者称,当地居民曾看到夜空中出现了神秘的发光球体。 这些被称为马法之光的东西,看起来和篮球差不多一样大。 它们的颜色有白、蓝、黄、红和橙色。 据报道,这些灯光盘旋闪烁,有时甚至还会分裂成两个。 人们无法预测它们何时会出现,也没有相关的特定时间或天气条件的证据,这使得它们很难被解释。 马法之光是在1883年第一次被报道。 当时,当地的一个居民发现了它们,认为它们来自美洲土著人的萤火,但没有证据表明该地区发生过火灾。 德克萨斯大学的物理系学生试图以视觉错觉来解释它们。 他认为,这种错觉是由不同的空气温度引起的。 其他理论认为,这些光线是从许多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中释放出来的被点燃的气体。 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。 第二个是动物语。 科学家们对海洋中的龙卷风感到困惑。 水龙卷被定义为一个快速旋转的空气柱。 它几乎总是由一个不断增长的机云产生的。 它的形状可能多种多样,类似龙卷风、旋风和火爆。 自古以来,人们就经常观察到它。 人们相信,正是由于它的存在,有时会把鱼和青蛙从水中吸引到漩涡中, 然后将它们降在陆地上,从而解释了动物语出现的可能原因。 第三个是牵牛花云。 以前人们认为牵牛花云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。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牵牛花云。 但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能准确预测到这些稀有云形成的地方。 牵牛花云是一种罕见的气象现象。 在那里,有一种云看起来就像一个长的圆柱一样。 一些科学家认为,云是由于变化的空气温度而形成的。 第四个是怪异的嗡嗡声。 新墨西哥州一个叫陶斯的小镇上曾有居民报告说, 他们听到了一种不寻常的嗡嗡声。 这种被称为陶斯嗡嗡声的最早报告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。 新墨西哥大学的一位教授进行了调查, 以获得更多关于嗡嗡声的居民信息。 然而,经过广泛的测试,没有发现任何异常, 但是居民们继续报告说, 听到了这种怪异的嗡嗡声。 而且,不是每个人都听到了同样的声音, 但这让科学家们感到困惑。 第五个是跳舞森林。 在俄罗斯,有几十棵树组成了所谓的跳舞森林。 这些树干被扭曲成螺旋形或环形, 这种扭曲的形状仍然是一个谜。 树木最初种植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 是为了稳定该地区的沙土。 一些人声称松散的沙土, 使树木本身变得不稳定, 并使它们以弯曲的方式生长。 有些归咎于强峰, 有些归咎于人类的操纵。 还有一些人相信, 树木扭曲是气候变化的结果。 第六个是托姆斯基陨石坑。 托姆斯基陨石坑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科学家。 它位于西伯利亚, 距离最近的城市数百公里, 当地人称之为火鹰潮。 当地人担心它有奇怪的致命力量。 它的直径是160米, 高45米, 环中心凹陷。 一直以来, 关于这个陨石坑一直有些奇怪的理论, 其中包括一个牵强的想法, 即它是一颗中子星直接撞击地球, 并从地球的另一边穿过。 更可能的解释是, 它是由岩石和火山岩浆相遇值的蒸汽和气体爆炸产生的。 第七个是墨西哥版百木大。 墨西哥特里诺顶点地区常被比作百木大三角, 因为这里也出现了许多的奇怪现象, 比如收音机无法接收信号, 罗盘不起作用, 无线电信号无法工作等等。 一些科学家将这些原因归结于地理原因。 但有人传言说, 当信号接收不到时, 经常可以看到有光球在上空飞过。 不过,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。 第八个是马里亚纳海沟。 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海洋中已知的最深的点。 它是一个新月形的海槽, 全长2550公里, 湾70公里, 位于太平洋海底, 离海面11公里。 众所周知, 声波在水中传播的距离之长, 令人难以置信, 因此, 马里亚纳海沟就像一个回声式。 科学家们曾在它周围数公里的地方, 听到了奇怪的隆隆声, 接着没多久, 就发生了地震。 后来, 科学家们还曾经录制过一个长达21天的录音, 录音中尽是奇怪的叫声。 直到目前, 科学家们仍无法确定, 这种奇怪的声音到底是什么。 好了,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 不管它们如何怪异, 都依然同样神秘而美丽。 在科学上, 无法解释并不是意味着永远都找不到答案。 相信在未来的科学研究中, 科学家们能够找到合理的解释。 您是怎么认为的呢? 请记得点赞和分享。 感谢收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